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于99年9月13号上午召开了第23次会议 经过审慎的考量、通盘参考包括物价指数、经济成长数据以及就业状况等等的相关因素 建议调整基本工资由每月的17,280元调整到17,880元 是的,最近看新闻跟报章媒体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13号,就是这个月的13号刚好这个物资省议委员会 他们也做了一个在23次会议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具体的建议 那就是这个从17,280的工资调到17,880 实行由原来的95元调降至98元 我们都看到劳团的一些表示 那比较少看到资方的一些表示 资方的表示比较少 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大概就是三个person 但在一个大环境的目前的状况下不好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调降工资能够创造双赢 而以上究竟可不可行 仍需由行政院劳工委员会承报行政院核定 才可定案 以上新闻是由记者张玉成在台东的报道